相信吗 碗盘也能够当花器 为了推广生活美学 吉安相公所从13号起 办理了十场次百人插花养心幸福吉安的研习活动 邀请了花铃县中华花艺推广协会等多位的花艺讲师 来教导民众如何舍弃昂贵的花瓶 创意运用在碗盘来当花器 将花艺美感从平日就溢注到日常生活里 生活及艺术 艺术及生活 透过日常可得的杯盘碗 让插花艺术贴近生活 吉安相公所13日起 办理十场百人插花养心幸福吉安研习活动 邀请花铃县中华花艺推广协会 创会理事长夏朝华 及现任理事长林真云等多位花艺讲师 带来圣诞范围的玫瑰火龙果 以及雪花兽松维造型的花器课程 希望透过我们生活的器皿 我们的这个碗盘 来作为生活适性的开启跟幸福的 这样的一个氛围 让我们的艺术带入生活 让我们提早过圣诞节 我们相信婆婆妈妈 我们的姐姐妹妹 在家庭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子 也是一股力量 我们希望在生活中 也能够造就生活的创意 幸福的美满 我们相信这个碑盘带回去之后 又是我们盘中孙最好的再利用者 我们生活皆学习 生活皆艺术 生活皆幸福 我们希望吉安缔造的 在建设的硬体的执行之下 也能够有软实力的幸福快乐 就在我们的身边 我们的姐姐妹妹开心过每一天 成立超过20年的 花莲县中华花艺推广协会 年初曾在浩克艺术春展出 四季花艺创作特展 创会理事长夏草华提醒学员们 插花要以慢制动 才能修身养心 刘淑珍表示 期盼相亲透过实作 培养日常美感 回收碗盘创作新艺术 未来也将融入亲子共创首作活动 提升整体相成生活品质与艺术涵养 接着蒋邦彦吉安箱报导 抽一加以路 酷 氤